Y等于SignX 那其他的所有跟Sign有关的东西 都是透过基本型去做平移伸缩 之类的一些变化去得到的 所以掌握基本型很重要 那现在我要把这个基本的图形 往右二分之拍往上二 我们要来训练同学哦 如果现在我把这个平移写成指定的话 请问你这个指定要怎么写 数学语言他不会用一堆文字去讲 他会用符号 往右二分之拍往上两单位 如果用移动的指令来写 你觉得前面要写什么 往右二分之拍啊 这里不是二分之拍啊 往上二后面就写什么 就写二啊 就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平移的指令 这样你看懂吗 好 那一旦你掌握他平移的指令哦 我现在问同学 你可不可以马上写出 他平移之后的函数 可以 来请你告诉我 你只要把y改成多少 y-2很好 来写上去 把y改成y-2 等于sine 来 来请问你把s改成多少 s-2 s-2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知道我意思吗 你只要掌握平移的指令 y就改成y-2 s就改成s-2 多分自拍 你就可以马上写出答案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画 这个图要怎么画 来 诶 这个图 你再找个购买的地方解上去哦 好你去 我上次应该有讲过 同学sine的最大值是多少 sine最大最大是1 所以你在画图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天花板画出来 我觉得你可以用那个铅笔去画 这样听到吗 用铅笔去画 因为你用铅笔去画 你最后如果不需要这个东西 你再把它擦掉 真正重要的图形 你这样原子笔画 然后y 那个sine的最小最小是多少 负1 所以请你先把这两条水匀线 先把它画出来 这样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我个人给的专业建议是这样 每隔90度就是2分之拍 你就画一条线直线 所以这里是2分之拍 然后这里 再加90度 所以变成多少 拍180 再加90度变成几拍 可以讲话 2分之几拍 2分之三拍 再加90度是几拍 2拍 就是刚好绕一圈了对不对 我觉得你考试 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考 大考不知道它会怎么考 但是一旦需要考试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图形 就是千万不要画错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哦 蔡宗翰 你那边再一直讲话 那是不是都不要上课了 这一堂课要让我停下来停多久 先讲清楚哦 是不是好 等一下还会再听到你讲话的声音 不会嘛 对不对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 到底知不知道 知道 好 确定哦 那希望下礼拜考试你有好的表现 然后我们看一下 赛的0度是多少 你讲话不是知道 赛的0度是多少 是0 你要抓这个点 赛的90度是多少 讲话要冲牌一次哦 赛的90度是1哦 对不对 然后赛的180度又掉下来到哪里 0 赛的270度呢 -1 然后到360度是不是又回到0度的概念 是不是又到0 你在画图 我不强求说你要画什么很漂亮的图 但是你至少要把一个周期画出来 然后画出来之后 同学问你哦 他从0度到90度 他的函数值是上升的 他从0变成1 请注意他是这样子哦 这样上去 有点弧度这样好不好 然后下来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这样 再来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老师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秒点 我目前就是透过秒点 把他画出来 爱说老师那后面呢 后面还有没有图形 我问你 后面还有没有图形 有啊 因为你那个P点会一直绕嘛 所以照理讲你后面是不是还有图形 还可以继续画 对不对 左边这边还有图形 对不对 但是我想 你好歹画出一个周期 好那现在 对不对 我要平移哦 看我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画这么多格子吗 因为以前你们都乱画 我现在问你 网右二分支拍 我这每一格都是90度对不对 所以网右二分支拍就是网右几格 一格 一格 那我的牵直方向 这个一格是几单位 一单位 那网上二就是网上几格 两格 所以你只要抓几个点 抓这五个点 一二三四五 其他的都不要乱抓 因为你乱抓你的图都会长得很习惯 你看哦 网右一格网上两格 那我问你这一格 这这一点啊 来 网右一网上二 他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 来你把它画出来 而且你可以写出他的坐标 你知道他的坐标 S坐标是多少吗 不知道 没错 二分支拍 RY坐标是多少 二 对不对 本来你在零零嘛 然后网右二分支拍 往上二 所以跑到这边哪 知道我们讲什么吗 五个点就好 然后来这个点 网右一格 往上两格 抓一个大概在这里 好 这个点 往右一格 往上两格 在这里 来 这个 往右一格 往上两格 在这里 这个 往右一格 往上两格 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请问同学 你画出来的图 应该会长什么样子 你要不要画画看 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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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继续画 这边可以继续画 懂这个感觉吗 平移 不会很难嘛 对不对 好 这第一题 我讲的很简单 我教的很简单 知道我听懂吗 写一个立体二 立体二 实在 实在 现在实在很担心 学测偷 会讨论这种东西 他如果要你的话 Y 等于 sin 来 X 减π 再减2 的图形 你把这个题目写上去 考试如果要你画这个图 你要怎么办 我跟你讲喔 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原则 所有的图形 都是用同样的原则去图 这样好 你说老师 我会啊 这个就是什么 上下左右平移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 我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Y 等于 size 这个叫基本型 基本型 我们现在去做平移 给一个平移的指令 叫做谁 叫做hk 我可以问我们班同学啊 如果平移的指令叫hk 请问你 平移之后的结果叫做 把Y改成多少 我看这个东西要记下来的 Y Y怎么样 Y怎么样 Y-k 对不对 然后就会等于sine 对 然后把s改成s-h 很多高中生 其实大家都有记这个结果 好不好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解释 解释的方法很多 但是要解释的话 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 或许你可以尝试用我刚才那个方法解释给他听 这也是一条路 把这个空调 我教很慢喔 虽然是数A 仔细听喔 你知道这整个问题里面最重要在哪里吗 仔细听喔 这个叫基本型 这个叫平移的指令 这个叫平移的结果 这个东西是平移的结果 你要想办法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去看出它的平移的指令是多少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你要了解它的结构 我再讲一次 你要把它想办法写成这个样子 看出它的平移指令HK 然后去想说 它是怎么透过基本型去做平移 这样懂吗 好那我问你喔 这个题目的HK是多少 你可不可以很快看出来 通常不行 因为你没有说过训练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慢一点 Y等于sine s-pi 本来是-2 对不对 来我写一下-2 你告诉我要怎么办 要怎么把它变成跟它一样的样子 你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移向 移向 把谁移向 把-2翻过去啊 你看这个常数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2翻过来变成Y怎么样 Y加2 会等于sine的 x-pi 对不对 这样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问你喔 我们这里一定要写成Y-K 对不对 你说老师 那我这次加呢 Y加2 Y加2有什么好担心 Y加2你可以把它写成Y-K要多少 -2 为什么不理我 对不对 反正你是要长得一样嘛 Y-2 就会等于sine 的什么东西 s-pi 好 现在你应该终于可以回答我 请问你 这个题目 它的移动的指令是谁 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H-K是多少 它的H是多少 你要注意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跟这个结构 H就是pi 然后它的K是多少 -2 可以吗 好那我问你喔 Pi-2 如果翻译成中文 用哆啦A夢的翻译举落 请你告诉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移动指令 是往哪个方向移动pi 往右 很好 往右移动pi 你这里写附号 代表是往上移 还是往下移 往下 所以是往下移动几个单位 两个单位 这样听懂吗 高中数学的名义 就这样而已 不会再更多了 你只要可以把我这个东西 把他 这个SOP把它记下 好不好 你高中的平移就没有问题 我管你什么 什么阿猫阿狗平移都一样 好那我准备画图喔 来画图 我看看喔 来我画这边 我们先画基本型 我们先画基本型 永远从基本型下手 这样可以用 3要先画他的上下线 再来 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什么 -1 你就这样画 因为这个是我研究了很久 我才发现说这样画你们比较不会出错 以前我都直接画了 结果后来发现同学画出来又比较扛 对 然后你这里就取等线格 来这里是什么 90度2分之拍 然后再来 这里是多少 再加90度就是拍 再加90度 所以变成270度2分之3拍 这样可以喔 然后再加90度来告诉我这个是几拍 2拍 这很简单 ok 那我要开始画 我会给你看 来 晒的0度是0 再一次喔 晒的90度是1 010怎么样 -1 然后360度又回到0 对不对 因为上一次看外座标 所以你就把它土 可爱的把它拎起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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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不好 你就画一个周期 旁边就稍微延伸一下 这样土就很完美了 好 我们现在要干嘛 往右拍往下2 我问同学一件事情 往右拍 可是我一格是2分之拍 所以往右拍是要往右几格 2格 往下2 我这里是1 对不对 往下2所以是往下2格 所以你看喔 这个点 往右两格 往下2格 来我们找一下 往右两格 往下2格 这个点是不是在这里 有看到吗 这个点是不是跑到这里 对不对 那这个点呢 往右2 往下2 它会跑到这里 这个点呢 往右2 往下2 对不对 好像在叫小朋友 对不对 就跑到这里 对吧 那这个点呢 往右2 往下2 就在这里 最后这个点 抓一下那个位置喔 往右2 往下2 是不是在这里 你就把抓 抓这五个点就好 你不要抓一些奇怪的点 我现在连起来喔 你告诉我 它连起来长什么样 长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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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再上 这样画的不是很好 不过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冰 诶 把图画上去 这样可以吗 可以喔 可不可以 知道喔 知道的话 来同学 我们现在来做评评好不好 我们来看课本22页 课本22页 有没有随堂练习 有 随堂练习 有两题 我现在带着你做 来 我们请先看第一题 哈囉 第一题 它要你画 y 等于 sine x 怎么样 -1 对不对 课本的讲法非常简单 它是用国中的讲法 它的意思是说 你想想看嘛 你后面-1 对不对 所以你的图形一定是往哪个方向跑 往下 往下一个单位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比较不倾向这样去考虑问题 这样说这样想是对的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东西去想 来看我这边喔 在这里 下边 邀了 我们正在这边 前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